有中國防艾滋第一人的醫師高耀傑 至今已經被迫流亡美國4年 昨天臺灣立委為他舉行了新書發表會 將17年來的300多張艾滋血淚照片集結曝光 高耀傑透過影音表示 中共持續掩蓋艾滋病疫情令人深惡痛絕 他也呼籲外界關切中國的艾滋真相 讓使人知道中國艾滋病的嚴重情況 其前來自疫情沒有任何一個人附載 有人只希望無概來自疫情 我對此的欣慰一直表示痛恨 中國醫師高耀傑透過影音發聲 新書300多張珍貴照片 揭露被掩蓋的艾滋村 中共假艾滋藥還有艾滋病痛的慘況 父母親雙亡之後 然後在農村裡面 接受到排擠 甚至沒辦法入學 甚至有一些孩子他們已經到13歲 他們一天學校都沒有念 高耀傑說 中國艾滋最嚴重的河南地區 六成賣血者都感染了艾滋病毒 中共稱目前中國艾滋病代言者有43萬人 但高耀傑認為中國艾滋病人和已死亡的人有千萬 不但沒有好好照顧他們 連關心他們照顧他們的人都遭到迫害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高耀傑調查中國艾滋近20年 諸多貢獻讓國際天文學會以他的名字為小行星命名 但在中共監視騷擾下 高耀傑已83歲高齡 被迫流亡美國四年 這次台灣立委與媒體人相挺新書 讓外界再次關注 中國艾滋血貨 新唐人雅特電視 陳吉喬成真 台灣台北報導